为了让小朋友了解到波形之美 并借由纸箱的二次创作 了解到环保的观念 玻璃圈爱兰国小 日前了请到包建堂老师 开办波形玩意趣的课程 包建堂老师表示 透过玩弄纸箱中的波形 结合一些创意以及技巧 让小朋友发挥想象力来创作 也希望启发小朋友 来发挥他们的创意以及巧思 让这个学生除了这个波形以外 还有一些力学原理 还有一款环保议题 还有一些技巧 这些都跟我们在学的学生 是现在是学习当中 是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的方式 县议员陈宜君表示 指向的二次创作 是一种非常具有环保经济的做法 且透过指向创作的各种技法 也能够让学生从中学习不同的知识 也是非常值得来推广 那所以呢 这样子的活动可以说是 结合我们的自然科学 结合我们的生活环保 还有一些创意美学 在里面的一个活动 那非常符合我们108课纲 这个美学素养 这样子的一个精神 再一次肯定我们爱兰国小 举办这么好的一个活动 先议员业人创表示 借由瓦嫩纸箱的创作 生化学子们的创意 以及巧思 非常值得推广 也借此呼吁相信 身边有许多资源 都能够再次利用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来 将身边可再次利用的物品 赋予新的生命 不仅环保 也能够让生活增添一些乐趣 由这个回收的瓦嫩纸 来创作很多的铜腕 这也可以深化学生 他一个创造的一个能力跟思想 这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在这边也要呼吁大家 环保爱地球 然后我们手边都有很多资源 其实可以再回收利用 回收利用对我们的地球的资源 其实也有帮助 然后垃圾再次呼吁也不要乱丢 然后接很多议题出来 然后一起来做环保 希望大家都能共享盛举 副一长拍拳肯定爱兰国小的用心 也希望透过这样的课程安排 让学子们都能够更懂得 习物爱物的精神 并透过创意以及巧思的启发 能够让他们的未来 有无限的可能 记者陈维一 普理采访报导 1 2 3 1 2 2 感谢观看